可是我覺得我自己這樣比較下來 跟我的代學人這樣下來 我個人覺得這一張比清多義還要再簡單 但是這一張的用途卻是比較廣泛的 它用什麼用途比較廣泛呢 今天我們當然就要VoltaSign 這個東西通貨ITP對不對 那我們再深入了解一下通貨ITP 第一個 它的輕力測驗大概是50題 它就是體數比較多 文法跟結構測驗就是我們的文法選擇題 大概是40題左右 那閱讀測驗就是50題 所以其實到後面大家考的是耐性 通貨跟通貨IT都是考耐性的一個地方 OK 那各位可以知道 總共考試應該是35分鐘 加25分鐘 加55分鐘 所以人家才會說 考託不要做一整天 差不多啦 因為加前面的問卷調查等等的 OK 好 那這張證書呢 好處是什麼 來如果在國內的話呢 我相信台南大學應該有所謂的畢業門檻 每個學校都有 北中南都有 那通貨ITP有第二入大專院校 申請入學或是畢業門檻裡面的分處 OK 然後呢 當然國外的話就是國際交換學生 尤其是香港大學他們很嚴格 他們要的不是網路 他們要的是通貨ITP 如果你是要申請 就是 內地 就是大陸那邊的學校 有幾間大學 比如說香港大學一些比較好的大學 他是不採用網路 通貨網路考 他是採用紙本考試 也就是自己的考試 因為有些人看的不一樣 然後呢 當然是升學啊 還有語言學校的申請 跟研究所 OK 各位如果之後 還想要繼續讀書的話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來看 他呢 我們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CFR的量表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CFR量表呢 對過去 A是最初階的 C是最高階的 如果你可以考到C1 C1相當的程度 都差不多在都異的金色證書 如果你可以考到這個的話 那大學BMM他一定過 這代表說 他的解釋是 A Perficient